LIVO STOLE 腾讯体育室北京时间9月4日赛季,进入最后四周的冲刺阶段,有些球队皮太紧险,运动家虽然握有第二张外卡的领先优势,但总是甩不远水手,两支球队都面临轮值不完整的困境。 太空人状况同样没得最佳状态,分区投名并不是铁板钉钉,而阳机主场和弱旅打的难分难解的表现,干脆是向红王举手投降了,几乎整个赛季都进攻防御的小吻蛇与费成人,仍然没能解决自己的短板,费成人连续四周败都胜上。 小吻蛇,意识勉勉强强,虽然两队的王牌投手表现出色,可也经不住打谢老布给支援,去年杀入国林决赛的小熊和盗旗则套着一波好表现,显示出锁定季后在席外的企图心,令人比较意外的是今年总是在实力榜末顿翻徘徊的白金老教皇组合。 白瓦、金英、老虎、教室与皇家打得都还不错,皇家更是以5-0的成绩荣应本周唯一全胜球队。 白瓦、老虎和教室这周也好好与竞争竞后在的球队较量一番,发挥了搅局者的功能,比近9月大名单扩充。 就算是百烂球队也充斥着急于表现次,金打出16支本雷打,上周更是打出了超过4成的打击率。 拿下了国联州最佳球员,并且在队阵红人的比赛中,打出6支6的路安打完全打击。 本赛季第二次有人完全打击,他也帮助球队在延长赛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球队还在先发投手方面继续进行补充。 从国民交易得到了吉奥·钢萨雷斯,不过钢萨雷斯本赛季远没有上赛季表现出色,本季资责分率4.57,每局上类率1.53。 当然他的经验,仍然可以为两九人的轮值带来帮助。 12.坎坎官光芒一,总战绩,73-63本周战绩,3-2V去排名,美东第三,光芒主教练凯文卡什在球员时期是印第安人主帅特利弗兰科那会下弟子。 但是担任二号捕手的卡什打击非常糟糕,然而由于球队调派需要,弗兰科呢总是会给卡什一定的出场机会,让卡什逐步借力起了那个打击新来的捕手的名声。 在卡什当上主教练后,弗兰科那丝毫不给季律,爱上面子,曾经利用印第安人主场大屏幕,非常刻薄的瓦古卡什的这段黑历史。 此番光芒再次做克克里弗兰,卡什趁机报复弗兰科那,在光芒球员打击练习,时将后这个摩托车,偷运进球场作为打击目标。 他得意,洋洋的表示,就是要让特里知道是我,干的。 当然两位主帅的私交非常好,这些恶作剧是试图情谊的证明,不过比赛结果可是不讲情面的。 光芒以2比1拿下了系列赛胜利,13,亚历方那响尾蛇,2,总战系,74-63本周战绩,2-5分区排名,国系第三,打线无法串联的问题, 仍然困扰着翔尾蛇,从周日对水手的第四局算起,到周三对军人的第二局,球队连续整整24局没有得分,而他们整个一周下来,也仅仅只得了12分。 这期场球,翔尾蛇,一共有42个的点圈有人的打击机会,仅仅憋出5只安打,每场还不够,云到一只。 这其中最大的罪魁祸首是A.J.波洛克,正周游次先8担任2棒,得他在27次打击机会,理由了25次,无够而返。 仅仅在周日姗姗来持了一只一类安打和一个宝送,其实本周前尾蛇的投手群表现已经足够给力了,七套才丢14分。 但球队进攻实在是过于疲弱,以至于还是大周五败,包括队到其连续三场以2比3的比分输球。 攻守交出国系投名,14,科罗拉多洛基,总战绩,74-62个州战绩,3-3分区排名。 国系第二,趁着强尾蛇打短的时机,洛基目前在分,趋紧两道奇,维持处分区第二的位置。 投名之争悬念依旧激略,球队最值得一提的是进气状态火热的先发投手赫尔曼·马奎斯。 他在本周队阵教室的比赛中,投出了8局丢2分,并送出三次三阵的经验表现。 而他在最近的击产比赛里,全部拿到了优质先发,全明星后的8场先发自责分率,2.80,54.2局送出,67次三阵。 宴然扛起了对内王牌投手的重任,15,华盛顿国民一,总战绩,68-69本州战绩,3-3分区排名。 国东第三,8-31交易截止日前,国民又做了两笔交易,把先把左头吉奥·刚萨雷斯送去了酿酒人,再把救援投手瑞安·马德森送到了到齐,加上之前送到小熊的丹尼尔·莫菲。 国民队可谓是8月之后交易市场,上最火焰的球队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刚萨雷斯在国民的7年总共为国民先发213场,拿下85胜,三阵1215次,都创造了队时左头的历史记录。 本周有王刷新历史记录,都还有国民的王牌投手谢格尔,还没到9月,他已经送出了249次三阵,距离史上第二位连续五个赛季,送出250次三阵以上先发投手的记录进一步之遥。 上一位是莱迪约翰逊,1997-2002赛季,一、六、北城北城人,一、总赛季,72-64北州战季,2-4飞区排名,国东第二,这个赛季阿龙诺拉的王牌风扮展现无遗,到现在为止他的赛季次子失分只有2010,这个成绩在北城人队史上,也能排得上号, 上一个能投出比这个成绩更好的投手是1972赛季,能迷人堂投手斯蒂夫塔尔顿,而要找出比这个成绩更好的优头,要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彼得亚历山打,除开诺拉,费成人的打现火力也在国联数一数二, 最终,已经有四人打出了20只以上的本雷达,利斯霍斯基斯,27只麦克尔,弗兰赫22只奥布杜尔,埃雷拉,21只卡洛斯桑塔纳20只,17,洛杉矶天11,总战绩,60楼的71本周战绩,3-3分区排名, 梅西第四,大谷翔平重返投手球,出场时机还偏偏调了最重投的周日夜赛,对手是强大的太空人,意料之中的是他没有投太长局数,2-1局49球,表现亦不很理想,被轰一发两分炮,困扰大谷许久的水炮问题似乎又发作了, 这让他在第三局球速周降,好在天使现在并不追求成绩,能够奢侈的通过石渣给大谷裂兵,他和教练组可以借次找到, 骑水炮的原因并寻求根治途径,为明年打好基础,相比最佳新人称豪之争,下个赛季能够满状态施展二刀流,应该是大谷更关心的,要吧,就金山巨人, 一,总战绩,68-70本周战绩,3-3分区排名,国系第四,居然最近在交易中将本赛季, 刚刚得得得的明星外引手安德鲁麦卡钱送到了阳基队,正是放弃了对境后赛的争夺,本周球队大线表现为你, 除了在7比0大胜大都会的比赛率拿下了7分,其余无偿比赛仅仅拿到了6分,尤其的点圈的打击算十分糟糕, 全队只有近期一回到大联盟的先发投手克里斯斯特拉队表现值得一期, 回来后三次先发,20.1局只掉四分,并且没有报送,全部拿到了优质先发, 19,皮斯堡海盗,总战绩,60流到71本周战绩,2-4分区排名, 国中第四,赛季开始前被交易到旧金山的海贼王安德鲁麦卡琴对劳动家在730以前的交易动作颇有为辞, 为什么,我在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么做,不过麦卡琴看到海盗连续三周拜多圣哨的成绩或许能稍稍宽心一下, 至少到目前来看这些截止日期,前的大手笔并没有包,助到球队什么,20,明尼苏达双城, 一,总战绩,63-73本周战绩,2-4飞区排名, 美中第2,赛季泰勒奥斯丁继续着他的火力演出,又补上了三八全雷达, 他为双城效力的期间,攻击指数达到了0.972,好状态依然在延续, 然而对拜伦巴克斯顿来说,他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据双城透露,为了控制巴克斯顿,在大联盟效力的时间, 双城赞赴考虑,将他找上大联盟比赛,这个决定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在美国劳动节前夕,工会主席托尼克拉克对此表达了不满, 21,纽约大都会,总赛季,61-75本周战绩, 3-3分区排名,国动第4,本周日,诺奥新德加的生涯, 第一次,蓝头9局,拿到本赛季第10胜, 成为了大都会本赛季第一位达到10胜的先发, 新德加德在本场比赛中三阵11人, 这是大都会投手群连续7场投出至少10次三阵,创下队史记录, 在这7场比赛中大都会的对手总共被三阵83次, 22,多伦多蓝鸟,总战绩,62-74本周战, 即,2-4分区排名,美东第4,在831量度交易截止日, 蓝鸟对最终还是送走了2015年美龄MVP约师唐麦尔森, 虽然说他最后没能算是和球队好聚好散, 但是他在球队将近四年的时间, 无时无刻,不被蓝鸟对的粉丝深深的爱戴着, 唐纳尔森的新东家是印第安人队, 这意味着他也将和埃德维恩卡那西方重聚, 在球队仅仅效力了不到一个赛季, 却得到了全队所有队员和各位球迷, 喜爱和尊重的老将科蒂斯·格兰德森 同一天也被交易去了鸟九人队, 另外肯德里斯·莫拉雷斯和马尔科·埃斯特拉达通过了热度名单, 但是没能找到买家。 2、3,德州游棋冰, 总战绩,60到77本州战绩, 2到3分区排名, 美西第五,科里吉尔林的赛季再次被交易, 由骑兵去月份从巨人那里收获到的吉尔林在队的两个月时间表现出色, 被冲击美西冠军的运动家队看上, 这次交易, 由骑兵收获了两位年轻的小联盟投手, 除此此外, 表现糟糕的马丁佩雷兹被贬入牛棚, 因为手肘上是6月份, 就进入了双并名单, 能马特布什则指任赛季报祥, 另外随着名单的扩充, 球队很有可能在这场规载的最后一个月 把基因进将克里斯蒂尔曼也重新叫, 回大联盟, 2次, 新西纳提红人, 2, 总战绩, 59到78本州战绩, 3到3分区排名, 国中第五, 周三在延长赛12点13分, 输给你了九人的比赛中, 红圆的牛棚投手迈克尔·洛伦曾打出了本赛季第四发本雷达, 遥遥领先于大联盟的其他投手, 而且别忘了, 他只是个牛棚投手, 大西少得可怜, 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参与一下银帮奖的争夺, 投手都有如此表现, 红圆对打者也不能落后, 巴文哈特, 杰内特, 汉密尔队, 本州的打击率都达到了四成, 至少从进攻端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现象, 二五, 比特绿老虎, 总战季, 55到82本州战季, 二到四分区排名, 美中第四球队的指定打击为科托马丁内斯, 在对真阳机的比赛中, 打出了一年多以来的第一场多支德雷达比赛, 近日他赛季末时有八九将会退役, 这也很有可能, 是他的最后一次单场双翔, 看到这样的老象能有一场精彩发挥的表现, 总是能够温暖求你的心, 另外随着和赛比格莱西亚斯进入商病名单, 当维尔卢哥被叫上了大联盟完成了他的首秀, 他在第一个打席, 就敲出了一记, 二类安打, 对他的大联盟生涯开了个好头, 二溜, 芝加哥白瓦一, 总战季, 55到82本州战季, 4-3分区排名, 美中第三, 球队一, 401的胜率和老虎定列分区第三, 这样的场景也只能在美中这个奇葩的微区见到了, 9月1日的大名单扩充之后, 球迷们还是没有在白瓦的大联盟, 看到联盟最少人瞩目的大物一罗一几妹内子, 被球队为了多控制一年压在小联盟的他被传出要向联盟提出正式的不满了, 但是球队为了保护坦勒布弗拉瑞不在冬季的规则无权秀中被别的球队选走, 把他首次叫上了大联盟, 当然他在小联盟的表现, 也绝对值得球队给他的这次机会。 27, 圣迭格教士一, 总战季, 54到85本周战季, 4看二杯区排名, 国系第五, 以往将是云水手每年传统都会进行一次荒谬又有趣的伟达杯, 从2017年的新, 在场编排模式实施之后两队不在每年交手, 但这不能影响双方杰出的热情, 最终讲是两场都拿下胜利, 球队在系列赛前叫上了官网新秀排名第22位的内野手路易斯·乌利亚斯, 另一位新秀亚哥布尼克斯在第一场中用7时9球投下了8点一局, 减11分, 不光是他, 球队本周间四场全胜, 每场的先发都是新秀投手, 这四场中他们和近26局拿下了0.69的防御率和0.92的每局背上类率, 哇哦, 前途不可估量, 28, 迈尔密马林云, 4, 总战绩, 54到83本周战绩, 一到四分区排名, 国动第五, 陈伟燕继续主场萌的表现, 周六先发对阵蓝鸟, 8局7三阵, 飞三阵安打仅是一分, 替马林云拿下本周, 唯一胜利, 目前他主场自责分率是1.77, 背上累率0.986, 客场自责分率9.35, 背上累率1.823, 不管这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主客场差异, 这天上地下的对比, 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夸张了, 2.9, 开萨斯城皇家, 总战绩, 45到91本周战绩, 5-0温曲排名, 美中第五, 6月15日之后就因伤, 一直休养的万严手, 豪尔和索雷尔在附件他脚步伤势的过程中遭受复发, 很有可能直接赛季报销了, 这也将大大降低他跳出12年前, 下的9年3000万合同而常试休萨期, 进行新接种才寻求更高利益的可能性, 球队在831大选之前交易, 走了两名老将, 把卢卡斯杜达送去了勇士, 把德, 挤得心人, 强队想要收个弱旅的当心了, 别手后没拿住刀子被反杀, 我们的球队排名标准, 主要基于对球队在中长期表现的预计, 球队阵容, 赛程强度, 近期胜负等因素, 均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 以下是本周实力榜单, 一, 波士顿红瓦, 总战季, 94-44本周战季, 4-2温区排名, 每冬第一, 在赛季前138场比赛里赢下94场的红瓦, 有没有机会冲击2001年, 水手留下的联盟历史上归散, 116胜的记录, 这大概是红瓦在9月的另一个目标, 本赛季红瓦的成功率不开外野手, 被刺和休赛期间, 下的指定打击外野手的对地马丁内斯的高光发挥, 前者赛季打击三围之间为0.3, 4-0.4-2-8, 0.6-3-6, 以及181的加全得分指数, 后者则有0.337, 0.407, 0.6-7的三围和178的加全得分指数, 这也使得这队赛季至今胜利贡献之加起来, 有十次的组合, 有可能在今年美丽MVP的投票中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联盟历史上有24次, 由来自统一支球队, 的球员在MVP的投票中包揽第一第二, 而上一次已经是鲁布特拉送去洛基, 剩下了一笔小钱, 另外球队出人意外的脚上了21岁的年轻部手梅布里斯维洛里亚来填补布特拉的位置, 他此前达到过最高的小联盟级别也不过是本赛季的高阶A, 他在大联盟能有怎样的表现令人好奇, 三菱, 巴尔蒂摩金英, 总战绩, 40到97本周战绩, 3到3分区排名, 美东第五, 有消息称精英队在交易劫持, 日前印象不到, 得对很多让杜明搭上的球员摘牌, 然而结果是没有任何的新球员加盟, 这样的结果也很符合精英队本赛季的格局, 至少他们本周在客场被和他们争装的皇家队横扫前先在主场横扫了美东鸟类兄弟蓝鸟队, 这也是他们本赛季第一次在一个超过两场的系列赛中完成横扫, 他们还顺便终结了上周美联州最佳肯德里斯莫拉雷斯的连续本类打记录, 不过转眼望去上周的国联州最佳, 正是731前卖掉的凯文高斯曼, 他在勇士队六场比赛后各项数据, 都和在精英时期的他判若两人, 真是典型的精英, 本周评委介绍, 而科迪姆十年看了于千场棒球比赛, 擅长棒球理论和数据奔析, 是国内远近闻名的农场专家, 陈辉,知名棒球编辑, 解说, 他多年的赛事报的经历, 为他在中国广大棒球球迷中, 赢得了教父的称号, 黑板九号板, 国内泛特系棒球资深玩家, 跟宗哥对球员表现总是驾轻就熟, 灵敏的交易秀学, 也是他的力气, 两好两坏, 长期致力于棒球相关知识的普及工作, 以至于知道他的人往往会用棒球地相称, 魔球理论人, 于美老司机, 腾讯体育长期赚造人, 当然他无所不包的日常观赛吐槽, 也是个类吃光球迷的最爱, Trum of 2008, 每年写的棒球赛季前章和总结几乎是老球迷必读, 统计专业出身的他对于棒球历史和规则的深刻意见, 在圈内有口接杯, 鱼鼓, 枫叶国老司机, 主攻加拿大棒球体系和球员, 对棒球周编辑游戏的经验丰富, 现场看球是日常操作, 2000年的活连的杰夫肯特·Jeff Kent, 和巴尼邦子Berrybounce, 最后一个悬念, 马丁内斯有没有可能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拿下MVP的指定打击, 在时来看起码因为有被词的存在, 而可能性大减。 2. 纽约羊姬 总散戏 86-51本周战绩, 3-4分区排名, 美东第二本周羊姬主场七连战, 面对白瓦和老虎, 却只拿到了三场胜利, 实难让球迷满满意, 蓝色林恩在前三场好投后, 又回到了在双城时的状态, 连着四场先巴被打爆, 主投18.20, 却被打了19分, 鉴于最近桑米格雷要去陪产假, 林恩的先巴位置, 还能再做一段时间, JA哈普这些先巴也被爆了, 球队王派赛维里诺, 得了第五局投球失忆证, 这个赛季他在第五局丢了22分, 全联盟最多, 当你的对手打者诸如维克托雷耶斯, 瑞安拉玛瑞都能打得像全明星一样, 那这比赛的确很难赢下来, 更别说牛棚这周也是再三放火, 对老虎第一战被坦塞斯被连轰两炮, 吞下了半头, 第三战霍尔德和布里顿连手办, 掉了赛维里诺的胜头, 当然, 最大的坏消息还是查普曼撒什归队还遥遥无期, 然而本周, 加恩卡洛斯坦顿打出了生涯, 第三百发全雷达, 只花了1119场比赛, 联盟第五块, 被坦塞斯送出了赛季第100次三阵, 也是守卫连着五个赛季, 三阵掉100位以上打者的中继投手, 格雷伯托雷斯靠着本周打击率0.473, 上类率0.571, 长打率0.870, 三支本雷达, 十分早点, 五次保送的成绩拿下了生涯第二次周最佳, 831交易截取日之前, 球队引进了麦卡琴, 他也是球队引进的第14位前MVP, 上一个就是斯坦顿, 当然本周最好的消息, 是阿龙贾奇可以做回报训练了, 3. 休斯顿太空人, 1. 总战器, 84-53本周战绩, 4-3分区排名, 美心第一, 太空人外周从小联盟叫上新秀投手约时詹姆斯在大联盟先发, 结果表现出色, 物举比赛只因为贝克尔凯尔霍恩打出一支三分炮丢掉三分, 但却送出了九次三阵, 这也是的他将有机会继续在大联盟先发, 而在打者方面, 太空人近几个月来第一次, 可以派出一支完整的大线助战, 其中阿莱克斯布雷格曼本周打出三分雷打时打电的好成绩, 而且在最近的30场比赛中, 全部有上类表现, 近92场比赛, 中有90场比赛中有上类表现, 他也靠个人表现把自己的名字, 加入了美丽MVP话题的讨论中去, 队内还有另一个惊喜, 一类手泰勒怀特, 他在最近两周中打出325的打击率, 并有拳队最多的四分雷打和14分打电, 渐渐站稳了太空人先发阵容的位置, 他的一军凸气将给太空人的打现在季后赛中带来更多选择, 4、芝加哥小熊一, 总战绩, 81-55本周战绩, 5-2V区排名, 国中第一, 凭借着最近的一波出色的表现, 小熊逐渐坐稳了国中投名的位置, 球队本周迎来重大利好, 但下球星克里斯布莱恩特终于复出, 完整打线重新完整, 而国联MVP大热门内野手哈德尔半叶资本赛季更是打出了生涯年, 目前他已经交出了30发本雷打, 100分打电的成绩, 成为历史上第五位, 在25岁之前做到这个成绩的小熊球员, 而小熊从游起兵交易来的先发投手科尔哈梅尔斯次继续表现出色, 他来到小熊之后每场最多掉一分的自责分, 而在他先发的流场比赛, 里小熊取得了全胜, 5-5奥克兰运动甲, 2-总战绩, 82-56本周战绩, 3-4分区排名, 每戏第二, 当克里斯·戴维斯在周末打出第40发本雷打之后, 他成为了运动家班道, 奥克兰之后, 第一个在连续三个赛季, 都打出48本雷打的球员, 而上一个完成这个成就的运动家球员, 还是1932-34年运动家上在费城时期的名人唐一类手杰米夫克斯·Jimmy Fox, 另外球队的终极射布雷克特雷南本赛季的自责分率, 已经降到了0.92, 在赛阳奖竞争激烈的美联, 特兰宁最终获得高顺位的投票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不过连续损失了马纳亚和安德森的两员先发轮军里的大将, 运动家的投手却在9月怎么面对伤病做调整, 为进了后再做准备, 则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 6-亚特兰大勇士 总战绩, 76-60本周战绩, 3-3分区排名, 国王第一, 在8-31交易截止日之前, 勇士补建了卢卡斯杜达和瑞奈里维拉, 加深了球队的阵容深度, 为球队9月的冲刺做好准备, 同时, 勇士队将去年的首轮秀开尔赖赵赏大联盟, 勇士的投手们表现稳健, 而打线中小罗纳德·埃顾尼亚的表现更为出色, 8月他一共打出了38只安打, 创造了勇士自1900年, 以来20岁以下的9单月的安打记录, 本赛季不满20岁的他已经打出了23只本雷达, 长打率高达0.565, 本雷达数他追击了曼特尔, 在联盟20岁及更年轻的, 球员单级本雷达记录排行往上位列第八, 长打率上, 他仅次于1929年的梅尔·奥特, 1996年代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和1939年德特·德威廉姆斯, 2012年的特劳特比他还低0.01, 7,洛杉矶到期, 2,总战绩, 75-62本州战绩, 5-1分区排名, 国系第一, 自从全明星休赛周回来之后, 马特·坎普至今的打击率只有0.210, 以及80的加全得翻指数, 和他上半程的0.310的打击率和136的加全得翻指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本周末对阵小尾时的事关国系继后在明额的系列战里, 坎普在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首先是周六晚上在拔局下半对着阿奇·布拉德利轰出名转的3分后帮阿奇赢3-2, 并且在周日的9下落后1-2的时候, 再一次从布拉德利的手中打出一只2分打点的赛键, 二类安打帮助球队决杀翔尾蛇, 拿下这个关键的四战系列赛, 为9月的冲刺, 打下了一个关键基础, 坎普连续关键时刻的表现, 也诠释着他这赛季领先选队的1.22的关键时刻表现指数, Clot & Thangrath爆战的统计, 8. 克利夫蓝印第2人, 1. 总战绩, 77-59本周战绩, 3-3分区排名, 美中第一, 在8分1交易截止日前, 印第2人从蓝鸟引进了前MVP三类首约是唐纳森, 尽管他现在还在上病名单中, 但是考虑到了印第2人现在的领先优势, 他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他上玉瑰的为季后再做准备, 一旦唐纳森复出, 现在的明星三类首和赛拉米勒斯会一防二类, 而现在的二类首杰森奇普迷斯斯会对应的成为工具人, 在适当的时候会像去年一样一防外野, 迷雾相应的空缺, 然而这周印第安人得到的不完全是好消息, 安德鲁米勒又因伤进入了伤病名单, 作为2016年场季世界大赛的功臣, 他的状态好坏, 对印第安人的季后赛之旅至关重要最新消息, 唐纳森已经开始参加印第安人的3A小联盟的比赛, 他刚打出了一只满贯奔雷达, 9,西雅图选手一, 总战绩, 76-61本周战绩, 2-4分区排名, 美西第三, 本周对于选手来说是给机会你不中意啊, 的最好诠释, 和国西卢主教士两场系列战兼末, 周二比赛四次的点圈, 有人的打击机会一直安打都没出现, 接着队刚和太空人傲战三场的, 运动家也只是2-2平手, 没能占到一丝便宜, 轮值深度不够, 仍然是选手目前最大的短板, 菲利克斯、埃尔南德斯、 麦克利克和埃拉斯莫拉米雷斯各战一场, 近期提上来的拉米雷斯六场先发只抽28.2局, 自责分率6.28, 而球队今年主力的轮值成员马尔科·刚范雷斯还不确定, 能否在下周从双病名单中回归, 10,圣路一丝红雀, 总战季, 76-61本周战季, 3-3分区排名, 国中第三, 本赛季当了买家, 并且大量使用年轻球员, 的红雀, 居然还在季后赛区域内, 本赛季打出生涯新高的35发本雷打的老家马特卡彭特, 功不可没, 他也将是国内MVP的有力竞争者, 休赛季从日本独卖至人前下的老将麦尔斯·麦克拉斯也表现惊艳, 自责分率2.96, 这两位老将带着一群年轻新宿在坏帅之后连战连胜, 他们同样有能力在季后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摇摇, 蜜尔沃尽量九人, 1, 总战季, 77-61本周战季, 4-2分区排名, 国中第二, 克里斯底安耶利奇最近实在是太火了, 他在过去的两周, 每周都打出了四支本雷打, 全民兴反语来意,